宣議員謝賢玉期許 站在第一線的園警 個個都向報青天 除暴安良 所以那一天在工作檢討的時候 我說 這個憲法的自由權 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句話 我也請局長 回去叫所有的園警 在YouTube地方 把它拉出來看一下 因為你們是第一線執行公權力的 而且一般執行公權力的 全部是拿筆 只有你們是拿武器的 免於恐懼自由有兩種 一種無差別待遇殺人的恐懼 一種就是國家機器的恐懼 國家機器破壞人民的恐懼 這個嚴重性 我如果不在這個地方強調的話 那我們這個民主自由進步的國家 那只是口號而已 那只是口號而已 我憂心忡忡 我為了接到這個 這個專案小組的 為了接這個專案 然後當這個專案小組成員 你說我不會怕嗎 我也會怕耶 警察也是人耶 你如果精神狀況不好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我開車 塞車來給我攏 那是 幾乘我餘那個呢 你們幫案就這樣了 局長 你聽過阿希諾幫嗎 幫派 台東幫派 阿希諾 這個我沒有聽過 我跟你說阿希諾 阿希諾幫 你回去請督察室查一下 阿希諾幫 跟關山分局這個同樣一樣 給人家上手銬 然後給記者照一照 結果全部在檢察官那邊 不起訴所問 也是組織犯罪 我一直感到很惋惜的 就是 局長你請坐 縣長說 很高興我們台東縣警察局 把台東的治安 弄得全國第一 這句話有言在耳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如果前線的 這個 這個治安工作室 用這種手段拿到第一 我靈驗不要 我要人錢 我要領款 我要領款 把你們的嚴謹 再交易 當然我知道多數的嚴謹 都依照警察辦案守則 謹守紀律的 這個法律的範圍 在執勤 在辦案 但是不能一顆老鼠屎 壞了一鍋 一鍋的粥 這個除暴安良 絕對是 你們警察第一線的責任 警察同仁 第一線 提供給檢察官的資料 必須要 真的是心無怪 也就是說 公民公正公開 他心裡沒有 沒有一點的偏頗 沒有一點的私心 這樣才可以服眾 文化處於11月18號辦理的 陳生綠島演唱會 在國中體育場演的 台上台下不分 非常熱鬧 可是現議員謝賢玉說 他不滿意 原因是這項活動 原定10月14號辦理 當天的一紙公文 所造成的差距 14號那一天 總共13班的船 13班船 再去開到 沒刀的時候 你們消防局 到農業處 局長是不是農業處 你們那個 水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事件設處 就發了一張公文嘛 那局長我是不怪啦 不怪你們 因為如果承辦人員 有時候在這種緊急狀況 可能會弄錯 結果那一天 那個公文一發了以後 剛開四班船而已 開了四班船 讓天氣都可以喔 結果這四班船開了以後 一紙公文 所有港口 連遺傳都禁止進出 停咧 尊公司打給我 他沒要跟我說 他接到公文啦 他說 怎麼管政府說 不能開口 經過我的了解 局長 我們發錯了一張公文嘛 那個公文是 縣市海岸線的一個管制的公文啦 那在颱風狀況期間呢 大部分我們大概都會依規定發這樣的一個公文 那那一天也有一些氣象單位也有一些長浪的一些警報出來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管制的公文出現 那原則上我們未來會以船公司跟航物沮喪他們的意見為主 他們認為要停就停 他們認為不需要停我們就不會要求 這樣比較 我知道 局長 就是說 我剛才也說 我沒有怪力啦 是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緊急狀況之下 有時候會出錯 可是出了這個錯 我跟你講 我要跟你講的是 這個陳森演唱會那天如果13班船 每一班船300個人 3600人 每一個人在立島消費 基本的喔 不要說是捧房什麼的喔 3000塊這樣的經濟消費有多大 結果那天喔 我們自己也有發現公文錯誤 我們好像12點多還是什麼時候 他們反應之後我們馬上就改啦 馬上改 可是喔 那個好不容易訂火車票到台東來的 還有在A5B網路上看到停船的人 就打回票了 所以後來下午想要開我找不到人坐船 想要開我也沒辦法找到這些人去坐船 那辦這個演唱會 局長你請坐 辦這個演唱會的用意在哪裡 在立島在淡季的時候 我想活絡立島把旺季的 這個禮物旺季的時間拉長 所以我才會去辦這個活動 我丟個150萬 160萬 我可以喔 製造個1000萬 2000萬的效益 經濟效益 這個是我當議員 最願意做的 也是對 所有立島的 這個觀光旅遊業者 最有幫助的 謝議員說 對立島來說 最重要的事 就是解決交通問題 以上是台東縣議會 第18屆第六次定期會 憲政總質詢議程 謝賢玉議員問政內容 再要報導 由劉瑞文整理